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啊 现在是美国的礼拜一 礼拜一应该是20号吧 20号 7月20号 礼拜一 下午3点多钟 外面是天昏地暗啊 我们这下 今天早上一直在下暴雨 那么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啊 办理美国签证的事情啊 当然我聊的呢 不是说怎么申请和办理的签证 我想聊的是签证欺诈 那么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最近几天啊 这个美国的华文媒体啊 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也看到了啊 就是美国政府在最近几天呢 又有一个新闻说是拘留了一位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啊 那名义是什么呢 名义就是说是签证欺诈啊 这位访问学者呢 据说是啊 当然这都是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报道的啊 啊 据说是 他是啊 他是解放军医院 解放军医院的这么一位医生啊 但是呢 他来美国办理这个 这个啊 访问学者签证的时候呢 这个工作单位呢 说是北京啊 一家医院啊 北京的一家医院啊 就是隐藏了啊 根据美国那边的报道就说 他隐藏了他真实的这个工作单位啊 那么来了美国以后呢 是啊 是在加州 应该好像是斯坦福大学吧 从事这方面的啊 医学方面的这个 这个交流啊 那么现在美国这边呢啊 啊 对于军方啊 这些敏感单位来的人呢 他可能啊 啊 是很敏感啊 可能都比较 啊 呵 呵 被正被美国的这边的政府呢 给盯上了啊 啊 盯上了啊 所以呢 他呢 就是 以这个名义啊 被扣了 被扣了 说是签证欺诈啊 说他没有如实的披露他的真实的身份 啊 我们我们都非常清楚啊 就是在以往的一些啊 前两年的一些案例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啊 比如说啊 他是来美国 对吧 对吧 来生孩子的啊 实际上是来准备到加州的越中心来生孩子 但是呢 他 申请签证的时候呢 他是以这个 呃 旅游签证入境的啊 他并没有披露他到美国的真实的目的啊 啊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到美国 然后呢 真实的目的是生孩子啊 啊 这就属于 这就属于 签证欺诈啊 那么签证欺诈呢 在美国是属于联邦罪 啊 一般 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那么就是说 除了罚款 然后给你抓 然后抓了以后呢 啊 判刑以后 啊 轻的算给你驱逐出境 重的呢 你还要在美国待几年的监狱里啊 啊 所以 啊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啊 啊 这次这种这种啊 签证欺诈 那么大家在办理申请签证的时候呢 啊 是应该说实话的啊 应该说实话的 其实你说来美国啊 生孩子啊 其实来美国生孩子是合法的啊 没有人啊 禁止你来美国生孩子啊 但是呢 你必须啊 这个第一 两个条件 第一呢 就是说 你要承担所有的费用啊 你不能把这个费用 算在美国纳粹人的身上啊 第二呢 你在申请办理签证的时候 要说实话啊 那么就是说过去来 还生孩子的啊 通过真实的这种披露啊 签证官也基本上啊 只要你能够证明你能够承担所有的费用 签证官也都放行了啊 也都放行了 但是一旦你呢 就是说隐瞒啊 事实 然后骗取了这个签证 一旦被发现啊 那么 就比较麻烦了啊 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 我们只是说啊 这个这个 生孩子这个例子啊 但实际上呢 有很多的案例 还有呢 就是说过去 也有朋友说 哎 说那个 办理假结婚啊 可不可以 当然了 在加州这种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还真有这种现象啊 真的就是说有人 第一愿意花钱 第二也有人敢收这个钱 然后办理假结婚啊 然后拿到了这个 这个婚姻的这个绿卡之后呢 然后再办离婚啊 这种呢 通常啊 有的就是蒙混过关了 那么也有的蒙混不了过关啊 因为有时候移民局会突然的来检查 看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在一起生活啊 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如果他在怀疑你了 他会通过一些手段 来对你进行调查啊 一旦被发现 那你想想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啊 而且呢 不光是牵扯一个人 而是是双方都违反了这个美国的联盟法律 所以啊 这个最近美中关系比较紧张啊 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啊 查的就比过去要严格啊 过去可能并没有把这些啊 当太大一回事儿 但是最近通过这个新闻报道啊 不断的在出现类似的报道 那么就可以说明啊 美国的移民局啊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在这方面啊 盯上了中国人了啊 盯上中国人 但是我想他也不光是盯中国人啊 那么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华文媒体和关心这方面的报道啊 那么 似乎这方面的新闻多了起来啊 那么啊 大家可能在前几天啊 也听到了 就是说啊 当然是个谣传了啊 美国政府还并没有决定 就是说 哎 在美中国啊 就是党员 共产党的党员或者是家属等等党啊 特别是党员 如果他已经拿到了签证 并且在美国 那么是不是会吊销他们的签证啊 这个 这个只是一种传说 因为只是美国的英文媒体的一个报道啊 但是啊 蓬佩奥这个国务卿啊 放话说 他目前美国政府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做出任何决定啊 但是也没有否定 他们没有这个考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那么肯定就是有很多人 有一些人在美国 他就表示很担心啊 因为 你想想在拿到来美国签证的留学生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人非常的多啊 那么肯定也有人是党员背景 这毫无疑问啊 因为 应该就是在最近两年吧 有一张照片 也许有的人啊 大家也许看到过 就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和访问学者 在我们英雷诺尔大学香槟分校 在书社里举办这个海外的党组织生活 这个照片挺逗的啊 这个照片居然被传出去了 然后还还上了国内的大学的这个网站啊 结果呢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来抓来了 来查来了啊 抓到不知道抓没有 就来查了 就说 这个共产党员呢 是不能够在美国进行组织活动的啊 而且你还这么明目张胆 那你是自找麻烦 是不是 所以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在申请这个 美国签证的时候 那个申请表上啊 它实际上是有一蓝文字的 就是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党员 问你是不是和法西斯组织有任何关联 因为这个这个法律呢 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有啊 美国一直就有啊 这些都是因为啊 这个二战嘛 那个反法西斯和德国打仗啊 所以呢 这个表格上一直延续使用着这个语言啊 因为它法律是存在的 它是 对这个共产党员或者是其他美国人认为有害的组织 但是它这个成员的签证啊 它审核的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过去这这几十年来 这二十来年啊 美中关系还算不错 所以很多人也不会甜 不会如实的甜 对吧 那么即使甜了 它也会啊 没有什么大事的话 它也让你啊 来了美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气候变了 是吧 那么啊 美国在这方面它就比较严格了 所以啊 一些已经到了美国的人 他可能真的是比较担心 那怎么办呢啊 怎么办呢啊 啊 如果你是特别特别的担心的话啊 那你应该啊 找一位啊 这个移民专家啊 就是一位律师啊 法律专家啊 啊 你可以向啊 这个律师来咨询啊 你的这种情况啊 但是就目前啊 来讲呢 美国政府并没有啊 并没有这个政策说啊 要驱赶已经入京的啊 具有党员身份的留学生 或者是在这从事商务活动的啊 这个中国公司的人员啊 目前没有啊 所以大家也不必过度的紧张啊 如果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呢 一定要采取啊 这个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好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节目 欢迎啊 你这个订阅啊 同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谢谢收看 咱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是第一次的 有 我 我 拥的